8月11号至12号,作为中国首家螺丝粉产业学院,柳州螺丝粉产业学院在广西柳州职业基础学院开展首期培训,为螺丝粉企业培养人才。 近段时间,柳州螺丝粉企业趁着生产压力有所缓解,组织一线员工与基层管理人员集体培训充电,不少员工是首次接触职业规划与生产管理等课程。 听课过程中,大家认真听讲,记录笔记,不时拿出手机拍摄课节内容。 近年来,柳州螺丝粉在中国乃至海外掀起一场持续的舌尖风暴,成为网红小吃,销量逐年增长。 但随着螺丝粉走红,市场规模持续扩大,螺丝粉企业人才紧缺。 目前,螺丝粉企业员工水平参差不齐,一线员工多数是附近的村民。 本次,公司的220名员工开展为期两天的培训,培训内容以提高职业素养及执行力为主。 柳州螺丝粉企业到现在的发展的话,已经是一个逐步逐步上规模了,那他们就感觉到越上规模,那么对人才的要求就越高。 他人才的这个素质啊能力啊,逐步逐步有点不匹配了,这也是他们就是感到非常的,有点像个瓶颈了。 柳州螺丝粉企业学院由政府、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及行业企业三方共同组建。 该校通过前期走访螺丝粉企业调研,了解企业的培训需求和困境,致力于为螺丝粉企业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,支持柳州螺丝粉产业发展。 下一步,柳州螺丝粉产业学院将开设订单班,为螺丝粉企业定向培养电子商务,市场营销,餐饮服务,设备维修等方面人才。 据柳州市商务局柳州海关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,2020年上半年,预包装柳州螺丝粉产值49.8亿元人民币,日产能250万代,螺丝粉出口量暴增,经海关检验合格出口螺丝粉总值为2019年全年的8倍。